很榮幸大家来参加我们建议邮局关爱母亲节活动 然后这次我们也配合中小企业数位宽品计划 然后举办中华邮政组分邮政公司的宜兰邮局 1909年邮情传递邮爱香水关怀社区活动 那同时我们为了配合防疫 然后我们这次推广的是爱邮箱和云之货 爱邮箱部分都是我们可以不用人情接触 你可以不用来邮局进 可以自己去爱邮箱自行寄计券 然后银资货的部分也是 你可以少谋库然后就减少现金支付的接触 那我们这次爱邮箱有小游戏重关的话 就可以得到我们小正品 然后我们也有免费的康乃馨可以领取 然后这次元山老街的鱼碗米粉一桃街 有四位店家云门配合可以免费兑换鱼碗米粉兑换券 分别是皇家、陈茂跟女家、杨采清自家 那就欢迎大家去抽奖 然后人人都有奖哦 然后他们每家都提供50份 总共200份以上的鱼碗米粉 欢迎大家去领取哦 好那我们也感谢我们在地社区 节头份社区发展协会 我们料理市长今天也有专程来 还要找我们这条份的导游 导入 最重点是念那11点 我们有请我们颜老师等六位 我们在地年参最出名的 歌仔系老师来帮我们演唱 演唱的时间可能要开始全部了 在现场大家有看到 我们的机器人小布 圆山宝宝 极其人也会唱歌语哦 就是这些老师唱过的歌语 我们都把落在这个 我们现在的宿位工具里面 大家在手机也可以看 再来我们也很感谢 我们在地圆山鸡堡 我们今天娘咪也有节目 10点半 以后我们就有声邀请圆山鸡堡 这次应该七十五年 我们这个音参这个博物 这个故事 跟我们机宝也有准备 我们这个外国人来时 也有全世界语言翻译机 给大家体验使用 那本次也非常感谢 我们经济服装小企业处 数位宽品应用计划 来帮我们圆山老街 我们代理学说圆山大街 来打造数位宽品应用计划 马上即将在今年度 就这个月 后来就建置好了 我们圆山大街 会建置12支WiFi 让大家在家是大街 都免费手机上WiFi 像我们现在这个地点 我们就有爱台湾的免费网路可以使用